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美国马赛诸塞州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正式宣布为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候选人 美国民主党籍资深联邦女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即将在数月后年满70岁 美国当地时间周六2月9日沃伦正式宣布投入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争取党内提名参选总统 他在马尔州劳伦斯宣布参选的集会上 向支持者发表一篇攻击民粹主义及毫不掩饰的左庆演说 声言要全力维护勤劳工人权益 同时抨击目前只是有利富人的制度 据报道早在新年前沃伦已经表示有意参选总统 而9号借演说表态是民主党内争取提名者再添重两级任务 今年69岁的沃伦过去曾对抗华尔街的财经界累计了他的支持度 民调显示沃伦在率先举行初选的爱荷华州和新汉布尔州等地 民调都领先 沃伦选择在马赛诸塞州的劳伦斯城 宣布他的参选决定 也不是一种偶然 因为除了沃伦是出自这个州的联邦参议员以外 劳伦斯城在100年前的1921年 曾发生纺织工人大罢工 移民劳动者的工会去赢得了胜利 这一历史事件的余音反映在想要成为美国中产阶级和少数族群代言人的沃伦参选的演讲中 沃伦说今天数百万的美国家庭在奋斗 为了得以在一个任有钱人和有关系的人作弊的体系中生存 辛勤劳动的人们面对一小撮掌握着巨大权力的团伙 不仅只是在经济上也同样在我们的民主上就像劳伦斯城的妇女们 我们在此要说受够了 他在演说中攻击川普政府是记忆中最腐败的执政团队 必须做出结构性的改革 他誓言实行强有力的反腐立法 限制说客活动 捍卫阴影气候改变的政策 同时支持全民健保 这些都与川普唱反调 他在演说中大打草根牌 指自己出身于一个卑微的家庭 是一个看门人的女儿 从社区学院学生奋斗成为哈佛大学法学教授 他认为他可以帮助美国梦的复兴 沃伦在演讲中也试图呼吁各族已团结在一起 不能让有权力的人用仇恨和偏见来分裂我们 罗尔麻州大学政治学教授 卡瓦瑞亚斯指出沃伦9日并没有提到他原住民血统知识 是他聪明之处 此外他必须得到西语义的权力支持 因为身为半非裔半印度语的贺锦丽 即不可在非裔选民中有强大的基础 同时沃伦还需争取女性选民的支持 以上是穆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